首先谢谢议员陈宜姐姐寻求资源来提供我们体育班女性选手一年的卫生棉需求 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开心 可以解决我们在生理期时可能会使用到比较多卫生棉的问题 听到这个消息学生超开心 迈入第二年的天使之意少女圆梦计划 今年捐赠技能士十所体育班共105位学生卫生棉 让孩子们在比赛过程中无后顾之忧 今年陈宜的对象是有基隆市的体育班的女选手女学生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成绩能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社会人士有看到这项的活动 也有一些这些的捐款或者是补助 我要感谢永昌福人社 然后也是今年也是投入 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跟热心 这个月经平权的活动呢 也需要基隆市各界持续的关心与资源的投入 在此基隆永昌福人社也承诺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配合我们的陈议员 继继续投入这么一个有益的活动 很感谢永昌福人社搭配这样的一个计划 长期以来支持我们所有基隆地区照顾我们的血史 我们一座呢 他提供这个美剂定期长期的来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女性的一个生理用品 那同时也提供他们很多如何在平时如何 这个对于生理区的一个自我这个养护这样的一个基本这个知识 那有助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也能够在比赛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争取为我们基隆地区争取最高的成绩 我个人就是微博的力量 希望能抛砖影域 这位大众一起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透过公开的仪式向社会大众传递月经贫穷的观念 也呼吁更多人加入这场爱心行动 一起终结月经贫穷 让每位青少女都能够在健康尊严的环境中成长茁壮 孝与元旺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